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的直播平台像抖音、快手、斗鱼、新浪微博 大批量的限制、吃播流量 原因是直播主在吃播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假吃吹吐的行为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和你分享 直播主吃播背后的那些事 按照视频录制的流程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吃播为什么是欢迎 直播起源于韩国的美食真人秀节目 后来作为一种具有表演性的职业 在互联网时代拥有大量的从业者 主要是吃大量的食物或饮用大量的饮料 来吸引网民的眼球 随着自媒体的崛起和5G时代的到来 制作自媒体的成本不断的降低 很多短视频平台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在配上各种发装的表情和动作 以及诱人的食物 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流量和广告赞助商 可以说吃播给大量的广告商和个人创造者 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甚至可以减少厌食症患者对食物的排斥 看到直播后的厌食症患者连厌食症都治愈了 因为观众在欣赏直播中的画面 声音表情会给人带来一种满足感 2. 网络吃播的不良影响和弊端 1. 造成粮食的浪费 我国每年生产的粮食有35%被浪费 接近我国总产量的60% 看中外的浪费更是高达700亿斤 所谓食物不应该是作为追求个人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3. 吃播的出路和未来 说到吃播的出路不得不提及一个名词 MCN全称多频道网络 诞生于国外 发展壮大于中国 MCN不生产内容 只是将众多力量薄弱的创作者聚集起来 建立频道 帮助他们解决推广变现问题 最后再以一定的比例和创作者分成 伴随着国内直播平台对吃播的限制 MCN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短期内MCN的业务量会大量的缩减 在这段时间内 吃播的频道也改名了 可能会转型做别的类型的节目 同时我们也希望MCN机构和吃播主能成功转型 像李子柒的创作视频的风格就很好 他的视频的风格也是我们每个人期望生活的一个状态 所以是希望创作者和MCN机构推出更多的像李子柒这样的视频风格 让我们的生活静下来 回到那个远离浮躁的生活状态 激励更多的人用心生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知道 surprises 请不吝点赞 听不启点赞 明〝照ographic